台铁泰鲁阁号事故造成严重的伤亡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张淑芬 今天也前往花莲 关心伤者及罹难者家属 未来将会协助安排心灵辅导 希望他们尽快走出伤痛 张淑芬说第一次看到泰鲁阁号事故的消息很难过 第二次则逃避 因为不晓得怎么做 他没办法到事故现场 也不希望基金会的志工到现场 因为到现场会添加麻烦 表示我能看到他们 问到他们对他们的创伤 将来如何帮助他们 然后算是都在命运馆 有些是些人 把他们还在隐形 不晓得是 他在消防局的时候表示 来的目的希望帮助没有办法将痛苦讲出来 没办法走出伤痛的人 这将是一个长久的噩梦 所以今天我选择到过了几天以后 我才来这边 那我今天我来的最不要固定 我想在政府方面 他们在哪个地方已经做得蛮好的 在你们的努力之下 我想现场也被你们清理得很好 不过我在想在你们心里里面 并没有完全清理掉 不是没有 而且我们清理不掉 所以我今天来的地 我是到各地 我想去访问一些 找现场看到现场 而自己痛苦 没办法讲出来 没办法描述出来 没办法去洗掉那些疾病的人 我们如何来告诉你们 将来这些的后遗症要如何冲掉 这就是这一次他来的主要目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